这个疏通该收多少钱了 太简单 疏通的也太快了 就是这个洗脸池 水下不去了 下面的排水管都拿掉了 水还是下不去 证明这个下水器这里面堵了 这个下水器里面原来应该有头发 然后现在被小孩子吃了四肢 有点四肢的残渣掉进去了 保持这个管道堵塞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个下水器 里面有一个连接 叫什么下水器 下水芯的那个连接杆 给它拆掉 看连接杆拆掉了 我们给这个下水器 中间的这个蜜水盖 给它抽出来 看看这个水就下去了 我们再捣一捣 这样塞一塞 看看水流的是不是很快了 掉出一大坨头发 不及这个下水 老早就堵了 里面好多头发 脏的要命 我们现在给这个盆子 给它捋在一边 现在这个水还不太好弄 怕漏到柜子上面了 现在找个盆子接一下 这个盆子还不好接 旁边有东西 我们给旁边的餐巾纸和一些物品给它拿到旁边 方便我操作 如果给水弄到这个物品上搞湿了 也不好对吧 也不好清理 好 我们给这个东西给它清理好了 然后你看 你看 现在手拽出一大坨头发了 长得要命 然后水池上面好像还有点水没下去 你看看 然后上面的方板我够不着 然后找一个筷子 沉下面 往上捅 看看水就下来了 这么多水下来了 看看上面还有水 然后我们再捅一下 好嘞 现在的水就已经基本上流完了 看到没有 这个疏通就这样结束了 是不是很简单 管道疏通好了 最关键的还是要给这个连接杆 这个下水器的连接杆 这个连接杆是连接到水能头上面 再连接到下水器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定要装到位 上下一定要能控制住 如果控制不住 你要重新安装 如果这样上下摆 那个下水器的排水 排水阀能正常打开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再试一下 上下摆动一下 如果上面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装好 如果没装好的话 后期你还要上门来弄 看看这个打开非常正常 注意注意 好嘞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操作 刚刚拆的时候给这个定位杆往里拉了 现在装好了 我们要往外拉一点 这样浮动会大一点 开口会大一点 好嘞 然后最后一步给这个下水管 再给它套上去 就这个活干的太快了 也太简单了 我都不好意思找业主收费了 师父们 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 该咋收费 看看 现在打开水难头测试一下 后面有个小按钮 给它一拉一推 看看 下水器正常打开 正常关闭 可以可以 这种疏通确实是很简单 也挺快的 但是我们复原的时候 一定要给客户家的东西要调试好 特别是下面 别漏水了 检查清楚 还有每个关节 每个地方都要安装到位 免得反修 粉丝疏通分享完毕 感谢指点